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区块链和Lindy Chen频道,我是Lindy Chen 很高兴能在这里与你们分享我对区块链的一些见解 我在上一个视频中分享了区块链的组成部分 在本视频中,我将与您分享对于区块链组成部分的总结 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协商 对于确定区块链网络的必要组件至关重要 区块链运营商不关心平台的设计和开发 而是确保平台按计划运营 区块链运营商关注区块链运营的两大领域 管理和运营区块链网络 区块链运商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网络始终在线 并传递其设计的功能元素 并在功能需求规范FRS总捕获 从架构的角度来看 区块链是通过连接计算机的分布式网络部署的 没有中央协调或控制 所以生态系统可能包括多个运营商 运营商管理员所关注的架构组件 是管理和运营区块链网络 对网络进行适当的治理 对于确保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因为它提供了所需的政策 维护网络的合规性和完整性 确保交易的隐私 确保交易的保密性 网络运营商必须相互合作 以确保整个生态系统治理的一致性 生态系统类的每个网络运营商有四个主要功能 确定谁可以参与区块链 从参与者那里收集有效的交易 生成并签署有效交易的区块 将区块分配给参与者 在参与节点的法定人数中达成共识 确保整个网络和生态系统的数据和交易得到验证 包括治理和共识过程在内的分布式网络架构 为区块链网络和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 确保整个架构能满足区块链生态系统应用的安全要求 运营商通过监测网络上的事件来监测网络行为 然后处理与计划行为的偏差 我本人直通中国团队 Fation科技团队和Blockchain Collective团队 都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系列的视频 如果您对所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感兴趣 并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与我们联系 祝您在区块链学习过程中 一切顺利并能够喜欢这个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